在这个东西我们要讨论的是Excel 条件格式如何让出群表 欲周末自动填色 我们看结果这个工作表 现在是2024年5月 它逢6日 它自动会帮我填上底色 这要怎么做出来 要怎么做出来 首先呢我们到范例这边来讲一下 范例这边来讲 首先第一个问题点是说 我们要先知道 它是星期几 所以等号 W-E-E-K-D-A-Y 先抓我要的资料 就日期 V-3储存格 它的日期呢 你要用哪一种 注意到 1代表什么 1代表星期天的话 7代表星期六 可是这样作业很麻烦 为什么很麻烦 因为 1是最小 是星期天 6是最大 7啊 7是最大变星期六 那很难 做 逻辑性很难做 一般我们会选第二个 1是星期一 7是星期天 这种最好做 为什么原因 6日嘛 礼拜六 礼拜天嘛 所以6跟7啊 就很好做了 很好做 所以一般我们会用这个 那有的人会用这种 0到几 0到6 这种也可以 这种就是干嘛 5是星期六 6是星期天嘛 这种也可以做得出来 做出来比较适合 但是我们一般的 我们台湾人习惯用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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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右卦号 它会跟你讲 它星期几 星期三 有没有 星期三 5月1号是星期三 那弯角我今天改成 干嘛 3月 3月1号 礼拜几 礼拜五 有没有 所以这边 它是可以干嘛 随着你的日期来变动的 变动的 那 我们要怎么样 让它自动变色呢 这时候注意到来讲 已经知道它是星期几 是哪个数值时 我们就要把范围框起来 把所有 资料范围框起来 没有 所以我框的范围是什么 B5到AF5到23 这地方范围框起来 框起来要来 我们选择常用的 条件是格式设定里面的新增规则 规则 然后我们要选的是 使用公式来决定要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下面格式化在指公式为Tree的值这个栏位里面 我们打等于注意到刚刚写的公式 W1EKDA1 刮虎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注意到 V3储存格 逗点第二种格式的判定 然后这里面要注意到 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们框的范围是从V栏框到AF栏 所以我们要把V栏干嘛 锁定把它去掉 不能锁 为什么 它V3然后C3 有没有 D3一个一个去侦测 根据你的范围 它会干嘛 去帮你侦测第三列 第三列的资料 它是属于哪一个 那我们讲大于等于几 等于6 因为我们第二种 礼拜六是6 礼拜天是7 所以我们要说等于6的话 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格式 我们自己要格式 譬如说我要白色的制出体 然后填满颜色是要 橙色 这样子 我可以自己设 然后按确定 然后再按确定 这时候你就看到 6日全部都变成干嘛 反白了 变成橙色了 然后呢 我们不管你改哪一个日期 比如你改到4月 它会自动变 有没有 自动变 5月 6月 有没有 我们特别一点就是说 你直接会随着你的干嘛 月份日期变动 有没有 它会自动跟着改变 那我只要做一次 就可以套用N年了 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